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3月24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咱们来看战况 1.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动 俄军继续再来吗? 巴赫摩特、阿弗蒂夫卡、马连卡和沙赫塔尔斯克方向建功 乌克兰武中部队东部部队发言人希尔盖·切雷瓦地称 23日一整天 乌克兰国防军在库皮昂斯克到莱曼方向击毙64名俄军 打伤119人 还抓了两个俘虏 他补充说 敌人的装备每天都被摧毁 特别是在几周内 10辆T90和T80等坦克被摧毁 发言人说 昨天在这个方向摧毁了两辆敌军部战车 一架无人机和一门第三林火炮 二、23日 泽连斯基总统授予81名乌克兰捍卫者国家奖项 其中11人为追授 该奖项的颁发是在捍卫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 表现出的个人勇气和奉献精神 为乌克兰人民提供认真和无可挑剔的服务 其中包括授予奥列克桑德皮夫尼安科上校和德米特罗巴士少校以乌克兰英雄称号 三、俄罗斯联邦军队在一天内使用飞机无人机大炮 对乌克兰十个地区进行了袭击 有平民死伤 其中 俄罗斯空袭苏梅地区比洛皮利亚造成二人死亡 俄罗斯导弹袭击科斯蒂安基尼夫卡避难所造成五人死亡 事发区域位于巴赫木特西南面的约20公里的康斯坦的尼夫卡市 无论是这次袭击 还是此前俄军队克拉玛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炮击 都说明俄军所到之处 他们驾驶完大炮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炮弹射亡火力能够到达的任何乌克兰地区 散播死亡的种子就是这样野蛮的军队 就是这样野蛮的民族 联合国乌克兰监察团记录了战争造成8000多平民死亡 近1.4万名平民受伤 特派团团长马蒂尔达伯格纳指出 超过90%的平民伤亡是由导弹爆炸性武器或地雷造成的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 平民伤亡的战时数字可能高于统计 他说不幸的事要高得多 泽连斯基昨晚宣布签署了一项协议 在乌克兰开设国际刑事法院的代表处 泽连斯基认为 这一步骤将使国际司法部门更加积极地调查 俄罗斯军队在我们乌克兰领土上的罪行 4.乌克兰总参谋部称 俄罗斯占领者仍然暂时盘踞在新卡霍夫卡 由于不正确的使用的数据 一些信息员称敌人已经从该据点撤出 乌总参虽然辟谣 但是强调说我们肯定会收复新卡霍夫卡 5.国防部情报总局新闻处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中 新西兰志愿者凯恩特泰战亡 新西兰志愿者凯恩特泰自战争第一天以来一直在乌克兰 他与来自美国的前军人朋友大卫一起帮助哈尔科夫志愿者 举办急救培训办 并向被占领的领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前不久 在收复巴赫木特附近的一个村庄时 他们与战友一起发现了俄军关押乌克兰囚犯的地下室 情报局说 他们拯救了一名被俄罗斯人关押了很多天 没有食物和水的乌克兰士兵 虽然没有找到证据 但我们高度怀疑 他就是前不久那个救出乌克兰俘虏后 乌克兰俘虏高喊新西兰的那位新西兰国际志愿兵 特泰的父母说 他在学生时代就决定将自己的生活与军事事务联系起来 近十年来 他一直在新西兰军队服役 后来他与别人一同创立了一个慈善机构 向推伍军人提供心理健康计划 他曾在阿富汗服役 在乌克兰 他加入了国际军团 他在武赫勒达尔附近训练了一群其他志愿者 特泰还有一个12岁大的女儿 六 吴总船公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169,170人 新增1,020人 坦克3,574辆新增4辆 装甲车6,921辆新增23辆 火炮2,616门新增8门 从统计数字来看 战斗史相当激烈 但俄军动用而被摧毁的坦克却较少 相反步兵战车较多 难道是坦克不够用人命来凑吗 目前看来 俄罗斯在短时间之内 获得来自外部的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 至于获得规模大到足以改变俄乌战场态势的军事援助的可能性 也就是更小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和援助乌克兰 站在一大帮子国家一起 反对俄罗斯的胡作非为 而公开表示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 一个也没有 偷偷摸摸提供援助的 目前也仅有伊朗 但是呢 俄罗斯依然有可能和外部经济体 达成合作协议 开发俄罗斯尚未开发的土地和矿产或其他资源 用赚到的钱 补贴器在战场上的开支 挽救其此前必然崩溃的财政 可是这是有那么容易吗 能挥舞能源大棒试图让欧洲缠服的努力失败后 俄罗斯失去了他们一大块外汇收入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的丢掉了 他们在富裕的欧洲的能源市场 新的开发是否可以弥补这样巨大的损失呢 虽然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丰富 但开发程度却很低 主要原因是 一、基础设施落后 由于经济不战 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及周边辽阔地区的铁路、公路、管道、口岸、港口等设施都已经老旧 缺乏维护 有些地方的公路在夏天花洞变成泥河 只有装甲车才能通行 到了冬天土地动应才能通行车辆 二、资金缺乏 且欧美、日韩等西方资本现阶段已经不可能对俄罗斯进行投资 三、劳动力少 俄罗斯东部6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仅有约800万的人口 这么少的人口这么悉数的分布 注定了无论开发哪个地区都很难为开发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物资储备 开发所需要耗费的物资要千里迢迢的运过来 开发费用高昂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 远东这么大块的土地 资源矿床有这么丰富 那俄罗斯为什么不自己开发呢 俄罗斯不是没有尝试过 但是又没钱又没人 开发的努力全部失败 关于人的方面 2016年俄罗斯推出远东一公顷法案 该法案大意是 每个俄罗斯顾民都可以申请免费获得远东地区一公顷的土地 经营五年后 该土地可以无偿出租或成为申请人私产 同时俄罗斯政府还会给申请者提供贷款种子设备等补助 2021年俄罗斯又宣布 凡是成功运营远东一公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第二公顷的土地 奥妙就在这里 如果一公顷土地的诱惑力足够明显 就不会再追加一公顷了 事实上 远东一公顷法案实施的五年间仅吸收了9万人 平均每年1.8万人 相比之下 还不足相应的地区流失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 关于资金的方面 从2015年在海上外设立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案起义 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共设立了五个自由港和22个超前发展区 设立自由港和超前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这些所谓的特区都设立了投资者享受减免税率和保险费用的优惠 第一个五年 特区所得税税率为零 第二个五年 所得税税率从通常的20%降到10% 同时免征收法人财产税五年 免征收土地税三年 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所以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开发不但困难重重 海原水解不了尽可 此前俄罗斯忽视对远东地区的开发 其实不是不重视 而是实在不看好 现在没办法了 只好找了一个补袜子的硬着头皮一起开发 结果是不会理想的 乌军目前已经储备了相当的兵员和兵器 无论从哪个角度思考 今年都必然发动对占领者的反攻 我们认为俄罗斯现在内无良将 外无强远 落败就在今年 强国互联网上 很多人不相信拥有核弹的俄罗斯会战败 不相信面积是乌克兰30倍 人口是乌克兰三倍的野蛮民族 竟然打不过他们眼中不好的国家乌克兰 只能说这帮人走到哪里 都是从一口狭小的井里往外看 当然会判断失误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文明必然战胜暴力的年代 有些人只相信拳头 那么事实会残酷的教训他们的 弱小从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